明天都會玩,所以我們想給他們的時間去比賽 有一個Pocket Queens在UTG 他只有18個抵柱 會不會直接O-In呢? 哇,湯多昂才剛講完他沒有什麼牌可以玩 就是把來了一個KK 那這個是秒Call 那天我有看到那個公式表 譬如說兩家O-In,第三家扣兩家O-In的時候 KK好像不太能跟 KK還是蠻厲害的 可是對兩家90好像比KK好 因為在短盤裡面 90是很肯定厲害啦 因為在短盤裡面實在大家的盈率都被分散得太 對 就是波動太大了 像Divorce都有點像拿89一起跟 對 而且關於三家O-In 因為範圍的不一樣 他三家的那個 三家的概率比較難算 對 目前還是有 只是只有好像一兩個軟件 可以在電腦上跑出來這個 對 如果我猜89桶花可能會跟 89桶花面對這個馬量完全可以不跟的 就是90桶花會跟嗎 90桶花 那現在當中算是有絕對的領先 對 對 Flopper Foolhouse 那這樣子只有兩張K的套子 神遊物外 還有一個 多了Diamond 多了銅花的 在短盤裡面 銅花是比胡胡大的 對 Riverhouse 中了一個炸彈 好 好 我們的Tong是GG了嗎 對 他直接GG了 手上並沒有任何一張 散發都用完了 對 他好像就是 散發一起上的 是嗎 有點像 因為他沒有看他怎麼打 後手手碼是 我們好像上來就看到他打了一手 可以可以 然後就GG了 我們期待他在後面 比賽的表現 短牌的波動實在是太大了 對 所以需要打長線 好 我們打得很近的Gentens 在我們上一個短牌的比賽 拿到第二名的好成績 來接著參加第二場 這場一百萬短牌的比賽 這場一百萬短牌的比賽 Watson 拿一個 八九銅花 選擇一個Lib Divorce S Queen 十三個抵柱 應該是要去囉 那這裡十三個抵柱一定會去啦 二十六個前柱 那你覺得 Watson會不會哏啊 我覺得有可能會哏 看一下後面有沒有人動 後面是沒有人 140 140 他自己丟了一萬 四千又17萬 你看一下 八九銅花是幾乎 47的52 他也蠻有可能的 還是選擇蓋掉了 還是選擇蓋掉了 所以像這個你會跟嗎 我跟啊 我跟啊 對啊 這八九銅花 九十銅花 都可以跟 對 可以看到我們八九銅花 對上A圈的 銀率是很大的 基本上就跟 基本上就像是 AK對到 QQ在長排的感覺一樣 對啊 其實根本沒有落後太多 對 可是當然我們不知道 all in的牌是什麼啦 只是 因為在短牌 彼此接的差距都蠻小 銅花連 八九九十十溝 都是很好的牌 不過因為他自己只投入了一個抵柱 所以還是要OK Ruchel樣的勾九也沒有選擇玩 沒有進入底次 其實也是試著可以多dimp一些牌 勾九也算是OK 對 其實 潛之衛打勾九也還算OK 對啊 不玩也會錯誤 對啊 不玩也還可以 Finnick 換他要all in 可是後手稍微有點多了 所以你可以做個race 大概到六萬左右吧 六個 六個底組 他加一個比較小的四萬 四萬好像加的有點小 給的賠率有點好啊 對啊 這短牌裡面這個 因為容易中嘛 所以會蠻好抵飛的 喔 Case選擇蓋掉了 喔 都選擇蓋掉了 居然就這樣子收下底次了 啊 高手對於一些加助 其實氣排率挺高的 不是特別的 不是特別的盲頭想硬尻 啊其實也是由於他的 他的位置 他的位置是在處於最後的位置 大家都不太想在沒有位置的情況下 去遊戲一個底池 特別是翻前主導者還是對手 對手 對手 在圍外邊 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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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額 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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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sha Young 選擇Limp 一個Case 那Deboss的15、16個砥柱還是選擇直接OIN 所以其實這樣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他們玩的牌 那種JQ啊、90啊 這種兩張連在一起的Zooty Connector 他們都很願意的把抽碼丟進去 好 順利收一下底詞 大家問說為什麼看不見5以下的牌 因為2、3、4、5都抽掉啦 因為這一場是短牌 對 短牌的比賽 Show Deck 短牌是一戶牌52張裡面抽掉了2到5 所以只剩下36張 所以由於抽掉了小牌的關係 牌力間的間隔比牌力尺更加的接近 也使得這個遊戲的波動更加大 JTN A8 off 再來Hijap JTN是我們知道他是一個打得非常非常緊的玩家 那我們現在看他會不會玩他的A8 off呢 選擇一個Lib 那專位應該是過牌了 這手牌是非常適合打反後的牌 蠻強的牌 對 你看他的K還是領先AI的 對的 53對45 對 好 兩位都有擊中 然後我們 這是一個 Defend了一個Case 那在這邊又有一個雙頭順 對 雙頭順 那這裡 JTN在Check之後應該 應該拿著獲得一個Check 可以看便宜的River這樣 不管怎麼樣 JTN的牌力以及他的個人形象 不太會Call第二槍 對 那現在應該會是兩架都Check的一個牌子 對 Check Showdown應該 還是JTN會想要轉Blove呢 不太好轉 不太好轉這個牌 對啊 在這個牌面上能Call的組合太多了 居然用死一隊獲勝 對 對 出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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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對 我們的Triton傳奇撲克的確在亞洲創造了一股傳奇 創造了一個最高買入的一個高額系列賽 他是系列賽喔 他場場High Roller 根本一般可能一般來說一般比賽可能偶爾有一場 他們邊賽的買入就是好客賽 或是叫做超級好客賽 就他們一般的賽裡面就是一般大家比賽的超級好客賽 Main裡面更是兩百萬港幣 這樣子也有一個好處就是這樣子職業玩家 特別是高額圈的職業玩家可以花更短的時間 就更少的時間成本和精力的成本去集中打一段時間的賽事 就省得就是說我明明不想打 打小的 對不太想打小的邊賽和一些主賽 那我每次可能要去EPT的話去歐洲打多戰 可能只打到了這麼幾個好客賽 然後再去美洲打WSOP 對 就會顯得比較的吃力 對阿 時間成本啦 因為他們現在就是 冰貴金不貴多 專門打大的 把那個注意力集中在大的身上 對 那我是因為還沒到的境界 所以我現在還是要打很多小的 來降低自己的風險 對 同時也要打很多小的 我也要提高自己的技術 因為在自己技術還並沒有非常 就是 就是說你的排技沒有一個穩定的系統的情況 你要多去磨練它 學費可以交少一點 打小的比賽 對 同時也可以去世界各地到處玩也挺好的 不過這樣子真的挺累的 對阿 我去年的下半年是在半年內跑了12個國家 超累超累 其實我這一兩年來都是自己在過這樣的生活 所以我女兒現在才兩歲 她八個月第一次出國 所以從她八個月到現在 兩歲兩個月 一年四個月期間 她已經跟我出國了快二十次 十九次的樣子 不過小孩是 太奔波的話 會好嗎 還OK啦 反正她 我們剛開始也先 多做一些觀察 發現她適應的蠻好的 像我有朋友他們是第一次帶出國 是會認床 像我女兒跟我一樣 就是有地方躺就可以睡 所以 不太影響 我也是 我有地方躺就可以了 好 現在可以看到我們的 Richard是拿到了一手納斯順 然後是在 中間的位置 對在這個牌面上是屬於堅果 好 那麼這樣子其實 兩家的牌力也不太能支付她太多了 甚至這樣子一個小桌都很難支付 對 這應該兩家都是跟不動 這兩萬五得住嘛 對 對 那好 都沒有跟 哇 看Richard今天的運氣也蠻不錯的 對 這個還是很可以啦 就是如果運氣真的好的運氣是 當你有牌的時候 人家也有牌 但比你小一點點 對對對 對 就是一天每天都哭著人家 那種 對對對 特別是如果發出那種四條over四條 哇 真的是 我記得有一年 不知道是去年還是前年 有一個人 在Riverr蓋掉了四條 他覺得對手是同花勝 可是對手是沒有開牌 我們不知道 如果是單張同花勝 兩張的 兩張的 就是 只有三張 同花在 對對對 就必須要手裡兩張嗎 手裡要兩張 那我們滿難蓋的 這代表Sophia主賽事 那我滿難蓋的 對 今年的PSPC不是有一個神力女超人 對A圈 也是把他A圈蓋給了ASUS的一個符號 但這裡的確是一個 其實在我看來 因為當時我們在 你在隔壁桌 在 當場 當場看那手牌的時候 我還有 超黑以及之前的青龍冠軍曹思佑 有討論過這手牌 的確在合牌是一個 我們三個選擇都是蓋牌 因為在翻前 也是因為我們是可能是旁觀者清 真正到牌桌上 我們不一定能做出這麼正確的選擇 但的確在 牌桌外的時候 我們明顯可以感覺到這裡 A圈哪怕是這種葫蘆還是落後的 對 因為這手範圍裡面是 又是一個三筆地 而且這個玩家我也是認識的 還是比較標準的一個玩家 對 他的合牌bluff也很少 這是一個 當時是一個四筆地池 三筆地池 他沒有做四筆 他在button def 在button是做了一個open 然後他選擇 還什麼的 然後tnq6x 你記得是這個樣子 tnk KQ小嗎 是發了一張小牌 以及兩張圈 一張K和一張A 順序 KQ小的 我記得是tnq6x River應該是上A 對 River是上A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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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Richard Young 又拿到一個 不錯的 棋手牌 XJ 對 神秘的 那場 那手副牌 是一個 越南的女玩家 應該是 對 越南的女玩家 對 越南的女玩家 他也是贏到百經通行陣的去參賽 對 對 打得還蠻緊的 對 對 因為他那把S Queen 他沒有糾結太久就蓋掉了 對 的確那邊 銀牌太少太少 幾乎只贏bluff 問題是 對手會bluff 不知道會不會bluff 對手手裡面 沒有太多bluff的組合 在這個面上 對手 基本上都有 小張value 我們的 Phoenix 居然是 Defend了一個 卡順嗎 Ritchard Young 選擇 下注 兩萬五 River 一個Ace 那這裡 會是個缺扣吧 對 前置位的話 也可以不打的 可以不打 因為對方如果這邊打對方 之後可以跟得動 對 好 兩位修長 好 Ritchard Young 持續的 收破 持續的收破 我們現在的盲主級別 然是五千一萬 這場無限制買入的比賽 目前還沒有顯示 到底有多少手買入 因為現在好像還是沒有停止買入時間 好 這邊 選擇是Limp個66 可是覺得66 在這前衛Limp的話 總覺得沒有很好 我覺得66 我可能會傾向於直接蓋掉 因為這66 感覺是在Limp一個2-2的感覺 對 但我在UT級還是會 Limp 對還是會Limp 因為 我在前衛 打短拍我幾乎不會 受選擇過多的4拍 在翻前 有人問 狗哥去打CPG嗎 我會去打CPG的 因為是家鄉的本土賽事 本土賽事 還是要支持一下 就好像大橫一定會去打台灣的APT APT還有J88 對 J88 應該就是在這個月底 在上海有一個CPG 中國撲克冠軍賽 那現在 國內的那個是需要交稅的嗎 要交的 中國境內是 大陸境內 一般性的比賽 大多數都是20歲 20歲 還蠻高的 這次來台灣 大家的評價感覺 非常好 身邊的朋友是感覺 評價是不錯的 也歡迎大家來台灣參加 撲克比賽 對 非常好 忙住結構非常謝謝你 這是最直觀的感受 對 APT還算是一個比賽的一個大品牌 對 比賽都辦得不錯 那我剛剛看一下賽程像 呃 好像有 原本澳門撲克王的行程 好像已經取消了 所以 可能會要不要去一個 WPT越南站 我有朋友也在跟我說 越南站的事情 對 越南站好像 原本跟撲克王撞起嗎 我考慮吧 對 越南我還沒去過 我也沒有 我也沒有 挑越南的 好像也還OK啦 嗯 稍微注意一下治安就可以了 是 對 我師父上一次去越南的時候 就被人搶劫 是嗎 對 我以為只有菲律比比較有風險 沒有啦 還好還好 像是來台灣評價很好是 自安很好 然後有人 譬如說 有人來打比賽的時候 他把整個行李箱放在計程車上 然後就來打比賽了 結果隔了幾個小時 計程車司機 開車回來 把行李箱送到比賽的會場 說是不是有人忘記拿了行李箱這樣 哇厲害喔 然後我記得還有一次是小三哥 第一天掉了皮夾 後來第二天警察局 找到了 送回來給他 一文不詩 第二天掉了手機 手機也送回來了 手機好像是放到會場來幹嘛 然後也是被人家 幫他留起來這樣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是 用中隊 防守頂隊 一張圈 並沒有給任何玩家帶來擊中 那現在這個Divorce的K 是暫時領先的 而且還可以有成長的 買到順子的空間 那我們的Rodson 是要買一張7 或是 OK 我們Divorce的順子發出來 那這邊有一個畫面的結構 也有一個A10更大順子的結構 那 那 我的Case 我可能會選擇 Check call 會比較好一點 雖然短牌重畫機率 不是這麼的高 可是我覺得這邊 Bet的話 對手也不太有什麼東西 不太能支付 對 我覺得反而會Check 讓對手有一個 bluff 投機的機會 去Catch bluff 比較好 Check call 是更好的選擇 嗯哼 看一下Flick在這裡 一個 小對子酒 那 我們現在看這場 他們應該是 不是Shotcock 他們沒有那個計時牌 所以 他們是可以想 比較就像一般的比賽一樣 在沒有人call time 的時候 可以一直想下去 可以一直想下去 對 那我們的 Watson這邊 沒有開牌的價值 那位置是在最後面 他 可是要偷兩家也是比較困難的 對 可是的確他是可以 Represent他有10 然後試著把對手打開 對 可是 偷兩家也是比較難一點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偷 放棄啦 放棄了 因為他想太久了 有個時間上去Tills 那這裡 順子是拿下了底池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 我們右下角已經出現了 這場比賽一共吸引了 58手買入 沒手擺入是100萬港幣 場上目前還剩下28人 這是2019傳奇撲克 季州島戰 100萬港幣 超高額 豪客賽 短牌的 Day1 我已經買入了58手了 其實 我有點沒有印象 去年的買入總共有幾手 可是我的 我不是有個確定的數字 可是今年的人數 真的算是幾乎快翻倍的感覺 對 蠻多的 這裡我們場上的緊手玩家 Jayton 拿到了勾圈雜色 這場上的 已經有六個 這場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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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有五個 這場上的 已經有五個 這場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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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有五個 這場上的 這場上的 我們的 在倒數第二個位置 K7 這裡A14 可以考慮做一個 生氣 在這麼多人 Limper的狀況之下 在中衛的 A10 6萬 會直接推嗎 他有 27個 抵住 看來 阿童你的 預測是對的 我在這裡我會選擇做6萬的家族 那被all in的話 該排 來看一看 他對於這裡的 screeze 尺寸的解讀是多少 他直接all in 非常不錯 很兇爆 不如說 大家非常兇 有幾個遊戲嗎 4 4 1 2 3 4 順利 又多收下 4.5 一個抵住 這 5 all in的話 也是可以的 他剛時是剩下 20幾萬的籌碼 對嗎 那是 28.5個抵住 28.5個抵住 那一共是 50多個安體 可以可以 或者一個 因為在這張桌子上的 加注率 呃 面對加注的一個 氣牌率比較高 加到6萬也是可以的 啊 這裡在前置位 Limp了一對A 機會來了 機會來了 看一看後面有沒有人 啊 但是後面人的 後面牌的質量不高 Blink這樣子 謹慎的玩家 是不太可能會在這裡做一個 squeeze 因為16草花最後牌有點 差 對 我們看一下翻牌 三加多目前有一個對子的牌力 那A4是選擇控制底持 對 因為畢竟沒有位置 哇哦 我們的Flick中了一個 兩頭買順 對 兩頭帶買花 對 帶一個小隊 帶買順 對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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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7也中了 賽斯7 不過這個面還好 賽斯7這裡 最多最多 也就是check call 對 A4是下面順 對 這個77應該跟不太聊 因為有A有10 都是順子 所以說最多最多 所以說最多最多 因為他前面都控制了 看一看這裡怎麼選擇 在最好的位置拿到了最好的牌 對 在4萬的底持 下注了多少 5萬嗎 還是1萬5 1萬5 下注1萬5 對 有聽到他是15或者50 1萬5 A1萬5的話 A都可以跟 A跟了之後 不知道77會不會call 有可能不call 77應該就跟不太聊了 對 那A這裡 還是有可能要防守 對啊 有一個順子這邊可能還是要跟 因為對手有可能會被一個A死 好 這裡 一場一樣可以看到非常非常果斷的 直接蓋掉了他的77 那這A死也輸滿少的啦 對 輸一個2.5個前注 滿不錯的 對 因為他這裡其實也就等於 既然前面控制了 你RAVE就做一定的合理支付 對 對 這也算是打得滿不錯的 對 這裡的支付是非常合理的 我們剛剛結束的50萬港幣買入的 No Limit Holden 長牌的比賽 六人坐 冠軍是 冠軍是 來自馬來西亞的 Michael Soiza 對 然後我們的Sam Greenwood也是拿到了亞軍 River的那一個call 真的算是滿有水準的 在一個77 非常的有魄力 對 在如此一個money jump的情況下 對 直接一發入魂 把對手帶走 很快的結束 Hands up 對 那Dboss如果像EGA剛剛的風格 如果他是在20個底柱左右 他的King Jack應該就是all in了 那現在籌碼稍微多一點 應該還是可以試著去打一些翻牌後 對 對 在面對兩家跟著的情況下 他又選擇跟著 用一手K勾銅色 優質的翻牌後手牌 去遊戲一個翻牌後手牌 對 一張草花A 那麼可以看到 我們兩位玩家手牌 和Flop拉出來一張草花A 可以組成皇家童花勝 哈哈哈哈 那目前這個三個人都沒有擊中 對 那這裡會不會考慮做一槍 偷馳下注呢 目前有48萬 他沒有做任何動作 喔 哇這張 草花9 算是讓大家有一個Action 現在 兩位玩家都有抽花 並且在UT級的 Warsom是有一個 抽花帶兩頭勝 要發出花這很不容易 總共也才 總共 拿掉2345 所以總共是9張花 現在上面檯面上 已經出了6張 所以只剩下3張 能發出花的機會 對 那這裡 全石草花 一定是不會蓋的 對 他有雙頭Nuts 再加上買銅花 這邊 應該是會做一個梗組 甚至都有可能check race 但我想說 如果River 掉花的話 我想講應該是要打光 對 應該是要打光 因為他們的花都非常大 對對對 是打光了 你覺得他會不會來做這個check race呢 因為他自己有一些block 一些Nuts 已經做了 他擋掉一些Nuts 又有一個雙頭瞬蛋白花的機會 完全可以 那這個Jack 10 我覺得他應該是會防守的 因為他也是可以買上升順 再買一個Nuts的銅花 那這邊是絕對不太會蓋牌的 因為後手還有將近45萬的籌碼 他這邊潛在期望值還是很高 而且加上他有位置的優勢 如果中牌的話 在他心目中現在是有五張花的奧茲 再加三張額外的十的奧茲 對 沒有想到都在對手手裡 哈哈哈哈 對手手裡是隔離掉的 會不會來個精彩的 最關鍵的草花石 滿難開出草花的 來一張草花吧 一張草花六 草花七八 草花六 哇 糗了糗了 糗了 糗了 這下子完蛋了 最糗的那一種 我們真的嘴好讀啊 這邊的KJ算是Second Nuts 他只輸一個7-7的炸彈 對 我們現在就是看熱鬧的不怕施打 真的真的 這個這個是 打光了 打光了 而且他底池是20萬 那我覺得 威斯頓應該會打一個中柱 可能是一個15萬的 四分之三的下柱 這個後手籌碼比 打的金光 對啊 打一個15萬被all in 40萬 一定是call了 沒有call 還是你覺得他會直接來個all pass show 這裡不管是什麼樣的節奏 一定是打光了 對啊 現在這個KJ 那些銅花相當於在長牌上拿到AA的感覺 對 只輸一組7-7 直接all pass all in 對手是Nuts Second Nuts 只輸一手7-7 對 他還是想要value對手的一些葫蘆 哇 好慘啊 這個是超級超級的cooler 對 這張River的7真的是 對啊 因為對手的一些葫蘆啊 幹嘛可能都想要 都想要抓的 對而且他如果對手是葫蘆幹嘛 會想對手會不會用一個 葫蘆會糾結糾結糾結 用一個block來做buff還是什麼之類的 葫蘆是會糾結 但是這裡是花的話 哪怕不是K花 哪怕是圈花也是 兩家手牌兌換也是一個 對 哪怕是個狗花都會哏 對 一個easy call 因為連AA都打不贏 對 這手牌太嚇人了 真的是太嚇人了 對 一個3-weight port 對啊 哇這要發出草花症很不容易 對 一共只有3張了剩下 對啊 整副牌剩3張而已 所以要在flush overflush撞到真的是一個超級酷 就像是 很沮喪 就像是 長牌的flop say over say 感覺蠻像的 對 會非常沮喪 會非常沮喪 那我們的divorce 30個抵注 選擇一個limp 那我們的flank 他的加注的size蠻有意思 2.5個bb 這在短牌裡面算是少見 因為正常的時候短牌 是我跟anti的下注 對 大家可能都會加注到 四個抵注以上 就是八個anti 八個anti 那我們的Watson 因為剛剛那一把損失了幾乎 自己80%的籌碼 那現在只剩下 8.7個抵注 應該很有可能會選擇all in嗎 選擇跟注 你動手 選擇在莊位做一個跟注 來看一看加一位置 這裡應該無論怎麼樣都是一個call 因為畢竟已經跟注了1萬之後 面對一個這樣的抵持 其實持著比是非常非常的優秀 對他來說 我來看一下 六七八兩張方片 兩張方片 哇我們看到Divose 拿到一個flop 一個nut 90 10 在兩加多check之後 他謹慎的選擇 用K勾 check 這張9 反而是他比較不想要看到的 對 因為會 會 close action 因為變成是對手能跟的範圍 變得更弱 對更 更少可以跟了啦 就變成他沒有辦法virus到太多的東西 對 他選擇繼續的埋伏check Jerry Weston有一張卡石 會不會做動作呢 後手是只有72K 選擇去偷取李池 用他的 卡石的上勝 現在後手只剩下32K 看了一下對手的後手 每一位玩家在打牌的時候都非常謹慎 我覺得這邊可以做一個mini race 到8萬 讓Frank一些牌不要跟下來 其實這裡call也沒什麼問題 call也沒什麼問題 只是因為他後手剩太少 我覺得是可以瑞士跟他打完的柱 對 畢竟那個Frank 他在後手第二個位置 他已經連敲兩發 如果是有牌的話基本上不會這麼做 對 所以在中間位置的話 他應該是沒有什麼牌的 選擇用跟住的 選擇用跟住的 那這裡也是一樣 Link是順利的蓋牌 River只要不出10都沒什麼大問題 River只要不出10都沒什麼大問題 River一張S 那其實看上去像是面嗨 但Degos手裡有一張上瞬時 面對這樣子一個後手抽碼筆 Watson是很艱難 在數學上他已經深深套池 對 而且在發出公面嗨的情況下 他是必須要跟住對手的All-in 但是 想必在心裡他已經知道自己已經輸了這手牌 對 現實和理論的衝突 那這裡是現實和理論的衝突 那這裡是現實和理論的衝突 就是頂多最好就是Chopper 他選擇了蓋牌 因為他知道在10上的那一次 偷馳 就是他的 最後一槍努力 如果被摳上來 那對手很難是比他小 對呀 他只有K OK 我可以再次看到的就是這首牌是非常的強大 Let's get my button Oh sorry sorry Interesting huh 有人說 為什麼剛剛那把 圈石會覺得自己一定大 那把圈石草花 由於短牌的機制問題 銅花是比葫蘆還要大的 對 所以在這裡 基本沒有任何人在這種情況下 後手持住比 2比1的情況下會蓋掉自己的銅花 這裡 不但是K嗨花和圈嗨花 哪怕是10嗨花也是一個 對 因為已經贏所有的葫蘆 連AA都 對 AA和AA 任何的葫蘆都贏 所以剛剛的狀況就像是長牌的A.S.S.S. 對 遇到 就只輸一個刺條 只輸一個炸彈 對 剛剛的圈花和K花 基本上 台力放到長牌 在德州撲克裡面 感覺像是頂葫蘆 頂葫蘆對第二葫蘆 對 頂葫蘆對次葫蘆 S.K 就等於在 AK776的面 AA對上KK 對 這裡 是不可能在後手球馬比 只有2比1的情況下 被 被蓋掉的 好 我們這邊 個Pocky Check 對 那 Watson 只有3.2個前駐 AK對JJ AK還稍微領先 所以其實兩張 Overcut 其實在短牌的優勢 是很明顯的 就像其實像 比如說我們在 長牌裡面的 QQ對AK QQ可能是 54-55左右 是對子反而還領先一點點 對 對 可是在長牌裡面 反而是兩張Overcut 如果又是帶童話的話 反而會領先一些 目前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 Watson 是 被 幹掉 他手上還有一張 牌 還有一張牌 還有十萬的籌碼 對 非常的無奈 好 現在我們在裝袋了 我們要結束今天 Day1的賽事 我們可以看到 Day1 最後在直播桌上的 Tip Leader 是擁有99萬 積分牌165個前駐的 Peter Jetton 來自加拿大 一個非常謹慎的玩家 然後排在第二名的是 我們來自馬來西亞的Richard Young 擁有90個前駐 53萬8千的籌碼 目前的盲住級別是6千1萬2 今天為大家帶來的是 2019年傳奇撲克 G9島戰 超高額買入豪客賽 100萬港幣買入的短牌賽事 舉辦地點是在韓國G9島 神話世界度假村 藍鼎娛樂場 今天的買入人士總共是59次 對 他不知道Day2的第一個級別 還能不能買入 那 反正大概是60次左右的買入 所以簡單來說他的底值是 將近於6千萬港幣 差不多 差不多 100萬 對 將近6千萬港幣 所以第一名至少是個 1200萬到1500萬左右的獎金 對對 差不多 又可以買一隻手錶 好 今天的轉播到這邊為止 那在明天 韓國時間的下午2點半 北京時間的下午1點半 對 我們會為大家繼續轉播 那大家明天見 好的 那各位晚安 我也要學習 沒有 為甚麼 我想要看 是 真是 連累 被拼壞 後 非常 有 為何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